女排31岁奥运冠军迎来生日,郎平照其回归或是另有目的,现年31岁的徐云立可为郎平最信赖的老将,和严妮组成的副攻线,是中国女排的一大武器,也有着南长城的称号,在2013年亚锦赛遭遇低谷之后,一大批老队员就此与国家队告别,但徐云立却始终在郎平的队伍当中,而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,徐云立在随队去参加大冠军飞前,却不慎在全运会的比赛中遭遇重伤,他不得不进行手术,并进行漫长的康复,而且这次的伤病也让其选择了退出排弹,甚至在此前还表示要找工作上班,而就在不久前,在中国女排的球员,Maila被占亚运会和世锦赛, 钟正在主教练郎平的带领下进行封闭集训的现场,却出现了老将徐云立身影,而且在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前往普陀山祈福的大队伍中,很多人看到了徐云立的身影,实际上在上山祈福的这一天,也正是徐云立的生日, 如今徐云立身在国家队,免不了朗岛也要给他安排一场庆生宴,为徐云立好好过一个生日,这不经让不少人表示疑惑,徐云立这是以什么身份,出现在中国女排呢? 而对于这个结果,有90%的可能就是回来当复工方面的助教,现在中国女排除了严妮和袁新宴两个复工,还算是有大赛经验,但是资历不深,而且其他几个小复工都完全没有经历过任何世界大赛的洗礼, 所以目前中国女排复工的位置还是需要加强,说的直白一点,女排的大赛打得除了实力以外,更打的是强队的抵运,冠军的抵运,所以让徐云立回归也定是这个目的。